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上期节目我们带您去了解了黄龙溪它的建筑风貌和历史故事 接下来我们要跟随两位当地的文化传承人去了解一下这里的民风民宿 千年水码头 古镇黄龙溪 黄龙溪位于成都西南部地处彭山县 仁寿县和成都市双流区三地交际处 历史上曾是符合航道和南丝绸之路的重要水码头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龙溪东寨门码头 我身后是井江与陆溪河的交汇口 那么井江的水较为清澈 陆溪河的水较为浑浊 所以当两河交汇的时候就出现了黄龙杜青江 真龙内中藏的景观与传说 黄龙溪传宫浩子的传承人胡刚 在古镇的码头上唱了多年的黄龙溪传宫浩子 用他对家乡的热爱和对音乐不变的初心 传承着这一民俗文化 黄龙溪传宫浩子传承人胡刚 伙计们 开船喽 好 把黄龙骑水啊 嘿咯 嘿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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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你还说哪船喽 一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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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那花样人手鱼啊 喷了山咯 嗨 嗨 那黄龙骑本师舍 一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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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那残言几句舍 一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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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把这黄龙骑的船功好姿 今天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话题的 演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谢袁卢老师 那么谢老师我们都知道 这个黄龙骑因为他领水 我们都说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那么黄龙骑当时在这个河运的行程里面 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四川古代的交通水运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从古代的诗人 文人 来自于他们各种什么商人 旅行家 他们的旗带当中我们发现 那么从先行时期一直到唐宋时代 那么成都对外的交通都是靠水路 那么最终水路在哪里呢 主要通过附和 在先行时代 比如说我们的四旁前 写的四级 就写黎兵当年开出二江的时候 这个二江不仅仅是可以灌开 而且可以行走 也就是可以通船云 就可见在黎兵那个时代 在清代 那么水运交通都非常重要了 那么黄龙骑呢 他应该说去的成都的距离非常合适 所以南南北王的船只 应该说在进入成都之前 或者是离开成都之后 都把黄龙骑作为一个 天下的重要码头 所以黄龙骑的水运的地位 可以见非常重要 对 其实我们也能想象 当时那个地方的一个繁荣程度 但是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码头文化 航运文化 应该还有很多的分支 比如说像这个耗子文化之类的 吴师傅是土生土长的黄龙骑人 打小在河边长大 如今已经五十多岁 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喜欢在码头上 听船工们喊耗子 而乳目染间 便喜欢上了船工耗子 这一独特的音乐文化 胡老师 在您小时候 那个时候能经常听到 喊耗子吗 经常听到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跟我们描述一下 因为我们存在六十年代 那个时候 电都不得 那个时候只能 你们的手机电是啥子不得 我们时候 我那时候 一般就在河边上刷 所以说了就听到 那个南岸别忘了 那个喊耗子的上下 都听了过 那个时候就有种记忆 黄龙骑船工耗子 又称腐河耗子 曾流传于腐河 及川西平原各江河流域 目前仅存在于黄龙溪镇 已成功入选了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您真正的接触了 自己去喊耗子了 勾斩了机会 就是在16年 16年我们师父 叫郝仁夫 那个时候他不达八十岁 那个时候他也在 他也在寻找这个传承 他的这个 因为能不能说些 都说不错了 就要听到我来唱几句 然后他觉得这个不错 对黄龙骑来讲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航空文化 不得叫做什么马头文化 当然还有其他的名封名书很多 那么从航空文化来讲 今天我们能够流传下来的 名书文化和他的船工耗子 那么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古代的航空 它不是激动船 它是母船 对 要靠人力 对 如果是在下水的时候 它可以顺水而流 什么这个还问题不大 但是上水就是麻烦了 对 尤其是成都附近有一个特点 中国古代的船是翻船尾多 但是成都恰恰是一个风 应该说是比较少的这么一个区域 而且风比较小 怎么办呢 那么咱们只能靠拿钱 要拿钱 那么这个前夫们 必须要补调一支 那么所以这么样做到补调一支 那么就是常常用耗子 耗子就是一个智灰 智慧它们的布料一支 荒农西的船空耗子 应该说是非常有特色的 很有特色 是史杉里恢复中的话 以史杉里重要的传承 对 因为以前我们也介绍过 这个耗子的一个文化 当然了 因为耗子的种类很多 什么开山耗子 然后打石耗子 包括这个台工耗子等等 这个本身的航运里面的 船空耗子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去做其他耗子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耗子所喊的内容 不仅仅说我要给你加油骨劲 它可能是唱的是这个民间故事 或者什么历史传说之类的 那么黄龙西的船空耗子 有什么样的特点 它唱的会不会也会有 这个民间故事在里面 船空耗子肯定原来不只是加油 然后太单调了 因为拿钱是一个非常辛苦的 你这么一个工作 而且拿起来的时间很长 把一个船子从下游拿到上游 那么一定要八十一几十例 对船空来讲 他就把耗子当中 对他们的生活 日常生活 他们的喜怒哀乐 甚至于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爱情 他们的向往等等 都拥脱在船空耗子里面 所以说耗子实际上 相当于是黄龙西的一个民宿室 它的一个民宿生活室 胡师傅说 船空耗子分上水耗子和下水耗子 两者风格有些不同 上水耗子由于劳动强度大 需要统一节奏和步伐 所以铿腔有力 而符合耗子属于下水耗子 相比就要舒缓悠扬一些 他坐一下水耗子会做 偶尔还在拿上船 上船好像就比较接力 他甚至这个船空耗子 是汉接力走的 上船必须要打接力走 对 因为你更辛苦 如果上船如果是 拆不了接力走 那么船要打你跑 那个时候就穿你很危险 所以说来通一步伐 这个就是上船耗子 基本上是黑坐 黑坐 黑坐 基本上都是接走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给我来一小段 因为我刚才听了您喊的 就是下水的嘛 这样一段 我们来上水的来一段 听一听这种高亢 然后激励的这种感觉 应该怎么去找这节奏 好嘛 比如说我们唱那个 它都是一个音 这个唱船耗子的一个音质 它是中船和火 比如说我们开始提起它主意了 中船过去 嗨嗨 sources 他就等顺着 他不如回家去 也要组装加油 第三岁 这就是 真的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 甚至更年轻的一代 几乎连这是什么 可能都会慢慢地 变得越来越少的人知道 所以你们做的工作 真的是在延续这个文化的传播 因为每一段江湖 它的水死 它的川姿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以四川来讲 包括重庆来讲 最著名的号子就是川江号子 因为就是我们的牡串通过山下的时候 拿这个川宫可以说前夫 就是倾尽九牛而夫之力 那么要从鸡丢仙滩当中 把川拿上来 所以川江号子我们就发现 它的一个非常叫做 慷慨壮观鸡的 一种鸡严的这么一个调子 那非常符合川江山下 那么一个间歇程度 但是到了黄龙溪就不一样了 因为黄龙溪是符合 符合来讲这一段是成都平原 你这么一段 它是符合相对是比较平凡的 那么前夫的这种用力程度 没那么大 那么应该说没那么大 而且两边都是 两岸都是成都平原的 比较美丽的风光 不是山下那种极流仙滩 高山入云 所以说它的耗子 现在比较平凡 胡师傅的创作过程非常艰难 为了使传工耗子 被更多人听到 他在传统音乐中 增添了很多新元素和新创意 编了很多接地气的曲子 来宣扬黄龙溪的历史文化 和民俗民风 这种唱词包含着 对黄龙溪一扇一水 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的理解和诠释 胡师傅说 对于传工耗子 他已烂书于心 现在只要有人想听 他都愿意吼上两嗓子 有人愿意学 他都愿意讲 2017年 胡师傅还被评为 年度感动黄龙溪 最美英雄谱 最美文化传承人 他这种文化 有很多人藏不来 因为我们来感到 心头感到的时候 比较很焦 因为这个传工耗子 首先你第一个喜欢 因为过来也面临着 很多困境 比如说窝头 它不支持 主神也不做 有天也藏传工耗子 家里面说你不不正你 所以因为我喜欢 我看到是穿了 我心头 张冠心想巴了的时候 弄下来 弄下来就把鸡下来 然后就铺西起把鸡下来 让好人知道 因为它现在传工耗子 是没土地 它是口口相传 到右就船了 因为我们想把鸡下来 让好人就知道 我们这个传工耗子 就这样子 除了传工耗子 至今黄龙溪古镇 还保留许多民风民俗 如打经 龙传会等习俗 其中还有一项 传统的龙灯表演 更是古镇节庆活动中的 一大亮点 黄龙溪有龙之箱的说法 但是这里问题也来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给您三个选项 这个龙之箱 到底指的是什么龙呢 A 水龙 B 火龙 C 汉龙 您选择哪一个 现在我们的外景记者 已经抛出了这样的提问了 水龙 火龙 汉龙 这三个答案 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谢老师 肯定应该是火龙 黄龙溪的火龙 应该说是鼎鼎大名的 九福盛名了 对对对 而且是史坦最重要的 肥无整化遗产 但是什么时候 就有这个无火龙的习俗了 烧火龙的习俗 那么根据理事记载 烧火龙 火龙的这么一个习俗 应该是7月以来从时代 我们今天在南宋大师任 陆友曾经来过成都 陆友在成都 曾经写过一首诗 就叫做丁治上元 丁治是陆友离开成都的前一年 上元就是我们应该说的元宵节 里面就有两句诗 谈到了火龙的问题 这两句诗是怎么讲的呢 它叫做月里云海飞天井 灯色冰莲车火龙 那里面就谈到了 在元宵节的晚上 这个月亮高挂天空 四面是一片火树樱花 但是这个灯光装饰的火龙 是火灵火现 这是我们在四川看到的 最早的关于火龙的记载 而且就是在成都 那么回到刚才的这样一个 我们记者给大家的提问 正确的答案选项是火龙 您答对了吗 这边放开地点 走 走 快 走 跳出来 走 跳出来 说多 说多 下 走 来 接着 可以 这样对不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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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上八尺 作为烧火龙的一代传人 苏师傅他家里世代都是制作火龙 和表演火龙灯舞的 他不仅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地 坚持这门手艺 还培养了好多土地 黄龙溪烧火龙传承人苏磊 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接触这门记忆的呢 是先前 是多出业的时候 我就开始跟他父亲 慢慢地学这个技术 父亲当时就是无火龙的吗 对 父辈传承嘛 传承下来的 对对对 所以当时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 住得很少 慢慢地从 我应该大概是17岁 16岁的时候 就开始跟他父辈学习了 那是因为自己兴趣使然 就说我愿意 还是说父亲说你必须把这个传承下来 不是不是 很愿意 很愿意 对对对 这是一个复兵一个很精湛的一个活动 苏师傅告诉我们 黄龙溪火龙灯舞 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和风险的 自己就曾因为一次不慎 在表演中受了伤 在汲取经验后 经过反复琢磨 他把传统的制作工艺 做了更改和完善 我以前是用的桌子 做了烟花 我拿着手头 拖着桌子把我的开刀 把我的手 基本上把它吊起了 吊着了 对对对 就是哪只手呢 是 右手 右手 对 那现在会不会影响您的这样活动 所以这就是您从事这门记忆最大的一个伤害 对对 最后我又改成了自己慢慢的研究科 改成支筒筒的了 那就没有了好大的危险性了 经历过这样的危险和意外之后 有没有说想打算放弃的时候 有 这个肯定有 因为毕竟很危险 对 因为当时很年轻嘛 就不想做了 最后父亲就说你已经坚持了这么久 有孩子继续煮 慢慢就足迹走了 所以其实就是当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 还是觉得想转行的时候 肯定是 《黄龙溪烧火龙》起源于南宋 根据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 在五龙图腾文化的基础上 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火龙灯舞 黄龙溪因此被誉为 中国民间艺术火龙之乡 它这个今天的火龙它有个特点 它是用烟花 烟花这么一个名风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在南宋时期 在元宵节的晚上放烟花 也是开始出现了 星期季也是南宋的大诗人 他有一首词 也叫做就叫做元喜 就是叫做元宵 里面是这样写的 叫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了心如雨 这个就是吸的是元宵 就晚上放烟花 那么在南宋时代 就有人把火龙和烟花结合起来了 所以说就成为了叫烧火龙 谢老师 那咱们这个烧火龙和当时的农耕文化之间有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 因为中国古代把龙做一个 图腾 做图腾 而且是掌握人家的水汉的什么象征 全国古代不是有很多龙王庙吗 对 而且如果是遇到什么汉灾 一定要去拜龙王 对 应该说是没有超越它的地位更高的图腾了 对 所以说火龙王庙这个火龙的风俗 实际上和龙耕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说它的火龙文化 它的龙文化 甚至于它的名字 那么和这个地方 和成都平原的龙耕 这么一个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苏师傅告诉我们 目前这项非裔文化面临失传的窘境 苏师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将这项民俗文化活动 继续传承下去 因为传承我想很多 因为现在我还有几十个土地 因为我还是得慢慢地带他们 博冠武农还是艳花 我都得叫他们找个运用 找个做 你看的人多了 喜欢的人多了 我们才更好的传承下去 悠久的历史 赋予黄龙溪深厚的文化底蕴 也正是因为有了像胡师傅 苏师傅这样的文化传承人的坚守 才让这座千年古镇更加具有独特的魅力 醇厚的民风民俗 与古朴的建筑天然融合 共同形成了黄龙溪不可复制的特色文化 可否相传代代相守 胡师傅和苏师傅呢 以他们独特的方式传承着 这古老的民俗文化 千年水码头 古镇黄龙溪 它正用自己全新的姿态 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在这呢我们要感谢谢老师 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也感谢电视机前您的收看 同时呢还要感谢妖麻子藤郊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 Yes Join 知 Kendall 既然的虚担心 也无期盛心 无援正式 只 worth the Act 及熊 我们是ращ down 交并lik Inform并 pans 你去看黄龙溪吗 印象中有什么美食 那儿的猫猫鱼丁丁堂 都挺好吃的 你最喜欢黄龙溪的什么美食呢 这是 Curую肉 besten的鱼干面 每次去那都会买一些 萝卜干和豆腐 还有那个大的烧饼